今天餐廳是最廣的餐廳 因為它一三四五年就建立了 這是英國王妃伊莉莎白 你的生蠔比較偏鹹味的回甘 口感帶脆 嗨我是Pristol 今天呢我來到魯王 要專程來吃一間法國最老最老最老的餐廳 然後它是米其林推薦指南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因為我朋友已經來吃過一次了 然後他非常非常推薦 那我們就一起出發 這裡啊是不是有一種瞬間穿越到中古世紀的感覺 老街也是魯王很值得探索的地方 除了享受美食 這裡絕對是適合日遊的城市 這個是那個吃生蠔使用的架子 台灣 台灣 妳好 妳好 這間餐廳的名字叫做La Po Po 然後這邊有寫說的Pris Faye 也要說我們不要吃Fox 就是說這間餐廳是最廣的餐廳 因為它一三四五年就建立了 它那個餐廳其實真的很不貴 主要的餐廳它其實晚上也可以吃到38歐 然後呢 你看它光是甜點就要吃Fox 所以它如果點一個餐廳的話 它有包含主餐、甜菜 還有那個起司 起司拼盤 起司拼盤 然後還有包含甜點 所以就非常划算 而且38歐再加一千塊 而且重點是這間是米其林推薦自男的餐廳 每一層樓都很美 我繞一圈給大家看 整個裝潢都很古色古香 這裡的生蠔 比較偏鹹味的回甘 口感帶脆 敢吃海鮮的韜客 一定不能錯過這裡的新鮮海� 剛開始店員超級熱心的 因為我們也要吃生蠔嘛 然後手會碰到 所以他們就送來盆水 但這盆水有檸檬 不知道喝的喔 是要拿來洗手的 這裡的奶油啊 配上圓形鬆軟的餐包 超好吃 表皮酥脆裡頭鬆軟 連在借麥夫的我啊 原本其實只是想要吃一口 後來都決定隔天再借了 生蠔搭配紅蔥醋 是很經典的歐洲吃法 就能凸顯生蠔的甜味 選了兩塊起司 一個是比較橘一點點 然後一個是比較黃一點點的 然後就橘一點點的呢 味道比較淡一點點 但是對於就是 不怎麼吃起司的朋友 還是會有點濃 然後這個呢 牛味就很重 你就可以感覺在吃的時候 有牛群陪伴的感覺 這個咖啡狗蒙 它就是有各種甜點 像這個就是Cambulay 是焦糖布丁 這個看起來有點像是 蘋果派的東西吧 然後布朗尼一些水果 還有一杯Espresso 這就是經典的咖啡狗蒙 然後咖啡就是一般的咖啡 然後狗蒙就是法文 貪吃的意思 就是各式各樣的甜點組合在一起 就是給我們像我們這種 貪吃的台灣人 然後朋友點的呢 就是千層派 上面看起來像是 有焦糖的感覺 感覺也是很好吃 裡面應該是卡汁大醬 對的服務人員呢 都非常的親切 感覺與巴黎有些微的差距 這趟美食體驗呢 我整個愛上這家餐廳 盤算者下次要帶Max來 這家餐廳呢 經常換菜單 因此每隔一段時間 就可以來嘗鮮 那一整棟建築呢 是14世紀的建築 所以就是很多木製的結構 今天即使是平日啊 就是人也是蠻多的 剛才朋友發現一個很有名的人來過 這是摩朗哥王妃Grace Caddy的親禮簽名 對 1980年 破血喔 她來的時候 有些人還沒出生 然後有些人才兩歲 還沒出生的就是這一位 就是我喔 我們看看這個是誰 這是陰婆王妃 伊莉莎白 會那麼多名人來過是有原因的 因為氣氛好之外 建築很漂亮 然後東西又非常好吃 不管是鮮屍 像還有今天吃到的甜點 都是一個會想要一來再來的產品 都是一個會想要一來再來的產品